這些都是公關品,又不是你自己買的 我怎麼知道你講的是不是實話 被D卡上面的人說我是抄襲別人的 而且他還說我有好幾個教學影片都是抄襲別人的 我一想到要拍影片,一想到要錄影 我就是全身的細胞都在抗拒 嗨,我是Yuna,好久沒有跟大家聊聊天了 想說今天就跟大家先聊一下我的近況 那當然也是會邊化妝邊跟大家閒聊 所以我們就先從遮瑕開始 遮瑕來用MAC這個六色的遮瑕盤 聽說這個好像最近大缺貨都買不到欸 所以如果想買的朋友要趕快去關注一下有沒有貨囉 因為我自己其實是那種比較喜歡把 開箱的影片跟閒聊的影片分開的人 就如果是開箱啊,什麼產品性的那種 就是會認真的開箱認真的分享 那如果是閒聊的話就在認真的閒聊啦 因為我覺得如果開箱到一半又突然聊天 然後聊天到一半又突然開箱的話 就會有點混亂吧 就是我會拍得很辛苦 你們也會看得很辛苦 想要看認真開箱的人不能看 然後想要認真聊天的人也不能聊 所以我就覺得說把它分開來拍的話可能會更好一點 欸但是我不是說這樣子拍的人就是不好 只是我自己個人比較喜歡分開拍而已 我覺得我現在用這盤Mac好像有一點乾欸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這盤買太久了嗎 會不會變質啦天哪 我換這種扁的刷具試試看好了 反正我最近呢就是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啦 我的那個更新的頻率好像沒有之前那麼高 然後蠻多都是合作影片的 這件事情我真的要先跟你們說一聲抱歉 因為我覺得我確實是沒有把控好那個業配的量 不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我以前有說過 我的頻道大概經營了兩年半才達到了一萬訂閱 但自從去年底的那個遮瑕的影片很多人看之後啊 突然間就在半年以內從一萬多人長到現在三萬七千多人 所以對我來說這個速度是突然飆升得很快的 然後我的壓力就突然很大 那因為訂閱數就是變多嘛 所以一定是會有很多的廠商就是陸續的邀約合作 那因為我也是第一次在短時間內就接到這麼多的合作的邀約 所以我也是一時沒有辦法預估說 多少的量是我可以承受得起的 因為我也不可能說每一支影片都是業配嘛 我一定是要有業配跟非業配的這個影片的這個比例在 可是我一時間真的我沒有辦法預估 所以我就在短時間內好像塞了太多的業配在裡面 我一開始真的以為我可以hold住 我可以把那個比例調整好 可是我後來發現我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才會導致你們近期看到我的業配的影片有一點多 就是因為我沒有計算好那個比例 好底妝我們用這個正宣墨的一個粉底跟遮瑕二合一的這一盤 它就是這邊這一塊是遮瑕 然後這邊壓出來是粉底一 然後在中間你可以自己調和這樣子 那剛剛有說到業配的數量變多嘛 那因為我的東西一定是要先試用過才跟你們分享的 所以就變成是我就是一直馬不停蹄的在試用業配的東西 所以反而就是缺少了一些時間可以去試用 我真的想要或者是我自己購買有興趣的東西 就變得沒有時間去試用 我先插播一下 因為它裡面這個遮瑕它配的是跟這個粉底液一樣的顏色 讓你調和起來的時候不會有顏色變得很奇怪的問題 但因為我用的粉底的顏色很白 所以它這個遮瑕膏也很白 它在我的臉上就是這些斑點是遮不太住的 因為它的顏色太白了 它這樣子單用我覺得遮瑕力沒有很好 就是一定要用這個粉底這樣混合 好這樣子 跟這個混合 在中間 那業配影片發出去之後 廠商一定會多少都對你的 無論是觀看率啊 銷售率啊 或是各種流量有所期待嘛 所以你就會壓力很大 尤其是你PO出去的時候沒什麼人看的時候 你就覺得壓力真的超大 然後再加上那個業配的量如果太多啊 就是每個影片接得很緊的時候 你上支影片都還沒擔心完 你就要開始擔心下一支影片了 然後久了久之就變得整個壓力真的巨大 所以我就開始後悔 我好像一時間接了太多的商品了 就是我沒有辦法適用我真的想要用的東西 然後每天就是在承受流量的壓力 就讓我覺得整個經營上面遇到了瓶頸 然後我整個四月的上旬啊 都一直處在一個非常害怕工作的一個情緒當中 就是我一想到要拍影片 我就是全身的細胞都在抗拒 就覺得壓力好大壓力好大 一想到那個流量PO出去不好 我就會壓力好大好大好大 欸現在底妝上好了 我覺得整體的遮瑕度蠻好的欸 而且我選的這個色號好像跟我的膚色蠻搭的欸 然後我用的這個是Fairlite 是還蠻剛好的 然後這個是有SPF30PA++的防曬係數 妝感給你們看一下啦 啊持妝度有機會再幫你們測試 但這個妝感我還蠻喜歡的 就這種偏霧面的感覺 但它這個收納設計我不太喜歡 因為它這個上蓋是要整個拿起來 就它沒有辦法做成一個掀蓋式的嘛 就是這個很...不是很方便 然後眉筆就用這個SALONE的眉筆 然後我剛剛有說到那個訂閱數比較快速的成績 然後也長得蠻穩定的 其實我是很開心的 那我前陣子就曾經覺得說 我什麼都想要拍 這個氣墊我也想要幫大家實測 然後那個什麼眼影我也想要幫大家開箱 然後我自己的習慣就是 例如說氣墊的實測我就是拍一集 想說這樣可以讓人要搜尋的人 比較容易搜尋到嘛 但這樣子的問題就是流量就會很分散啊 例如說我拍這個氣墊 但這個氣墊又不是每個人都想要看對不對 所以就變成看的人就會很少 因為你單獨拍一個品項啊 那個品項如果不是超級熱門的品項的話 就一定想看的人沒有那麼多嘛 一定不會比那種我一集裡面有十幾二十個品項這樣在開箱的吸引人 但是如果你是那種十幾二十個品項一起在開箱的 又會變成說你每一個東西沒有辦法很詳細的介紹 像我就是可能一個東西我就要介紹個五分鐘 那如果有十幾樣那個影片不是五十幾分鐘嗎 我也不喜歡拍那麼長的影片 我比較喜歡大概八到十二分鐘就好 但是我這樣子單獨開箱的做法就是有剛剛的問題嘛 就是流量很不穩定啊 可能今天拍的這個商品剛好很多人想看流量就會很高 那這個今天拍的剛好沒有什麼人想看 那就沒什麼流量 就可能這一支有一萬多人看耶 就下一支只有兩千個人看 就是有這種窘境 所以就是一直在調整說到底要怎麼樣啊 到底是要每一個商品都很詳細的幫他做一集開箱 讓想要搜尋的人可以搜尋到 還是應該要就是做合集的方式 就一集很長 但是開箱很多東西 就想問大家比較喜歡哪一種 然後最近就是因為不是業配的影片 就遇到了剛剛我說的那個問題嘛 流量的差距太大了 然後業配的影片又遇到了 就是數量沒有控制好 可能大家對於業配的影片也不是那麼買單的一個情況 就感覺拍業配也不是拍不是業配的也不是 很有一種人生很迷惑自我懷疑的感覺 當然我也有深刻的檢討一下自己太不自量 理解太多業配這件事情 但是就是請原諒我 因為我也還在學習中 我也不知道說 到底一個業配到什麼樣的量才是我可以負荷的 因為我以前就是真的沒有接過那麼多業配 我就是很久很久才有一支業配而已 我不知道說 原來業配多的時候 到底應該要怎麼去分配才是順暢的 所以這點我已經有在調整了啦 我可能之後就是會再減少那個量吧 但是因為有一些合作已經接了 所以可能在這一兩個月裡面還是會維持比較多一點點的量 但是之後我就會再調整了 然後不是業配的影片呢 我也會再思考一下到底是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拍 可能比較有話題的 我在單獨做成一集 那比較沒有什麼話題的就是做合機 這樣你們覺得好嗎 而且除了業配跟不是業配的商品之外 還有第三種商品叫做公關品 那我這個人對於公關品就是比較有一種 小小堅持吧 就是覺得說人家既然已經送給我了 那我就是要盡力的去幫人家分享 但是你們不用擔心因為公關品我分享的標準就是 我把它當成是我自己買的再分享 所以它如果不好用 我也會直接說它不好用 會堅持想要詳細的分享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既然品牌都已經送給我了 那無論是好用還是不好用 我都要給人家一個交代 就是說我真的有實際的去使用你送給我的東西 而不是收了就隨便拿這樣子 完全沒有給出一個心得 就有點像交作業的感覺啦 所以我是比較堅持說公關品 我也是盡量的詳細跟大家分享 那這樣又導致一個問題 就是我的頁面上面 有很多都是公關品的開箱 就很少是我自己買的東西 因為公關品真的太多了 我光拍這些公關品 我根本也沒有時間去拍我自己買的東西 像我前陣子有買了很多古風的彩妝 我很想要用很喜歡 可是我到現在都還沒有用過 因為我真的沒有時間用 這樣子一定會有人會有一些疑慮覺得說 欸這些都是公關品又不是你自己買的 我怎麼知道你講的是不是實話 即便我已經說這些公關品 我是比照我自己買的標準來評價 但是畢竟這是人家送的 一定會有人覺得說 那我怎麼相信你 尤其是你又說這個東西很好用 又是公關品的時候 我一定會覺得 沒有比自己買的來的那麼的信任嘛 這就是人之常情嘛我只能這麼說 所以又導致了這個窘境 就是拍太多公關品好像也不對 就是一直一直的還在調適 到底那個內容應該要怎麼安插 怎麼去取捨才會是最好的 好這盤3C的畫出來 我自己是很喜歡欸 我覺得它的這個亮粉啊 非常的細緻細膩 很有那種高級感 然後霧面暈染也是很漂亮 然後它這種顏色其實很怕做出來會髒髒的 可是這盤不會 其實我一開始感覺到自己 就是拍影片很無力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是搞不清楚為什麼的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我會這樣子 然後後來細想了之後才發現 就是太多細小的原因了 因為我訂閱數現在變多了 就代表說 關注我的觀眾也變多了嘛 所以觀眾一定會對你有所期待 有所信任 所以你在推薦東西的時候 就要更小心 廠商找你合作的時候 一定也是對你有所期待嘛 所以就是真的 雙重壓力耶 拍什麼都壓力好大喔 睫毛膏來用這個愛杜莎的新品 它是睫毛膏 不是睫毛底膏 因為他們家的睫毛底膏 是很好用的 但是睫毛膏我是第一次使用 這顏色很酷耶 它是一個灰色 但這個刷頭拿出來的時候 上面沾的膏體還蠻多的 所以直接這樣刷下去應該會蠻悲傷的 我們要先用一個衛生紙幫它清一下 我知道大部分的人訂閱我啊 應該都是看了那個黑眼圈的教學 或者是眼影的教學對不對 那我知道大家看了這樣教學的影片訂閱我 一定是期待我可以出更多的教學影片給大家 但是因為真的很多東西教過了就是教過了 例如說眼影的畫法就教過了就是拍了那一支 就也很難再拍出第二支了嘛 那我也是就是盡力拍 像我後面還拍了那個什麼 眉毛教學、睫毛教學、眼線教學、口紅教學等等的嘛 但是說真的我也不是什麼彩妝大師 所以這種教學的影片也真的不是天天都有的 絕大部分的影片啊一定都還是會以可能開箱啊實測啊等等的其他彩妝的主題嘛 我怎麼覺得這個刷上去就是超級自然到有點看不出來啊 我再刷第二層看看好了 反正我後來就是發現大部分的朋友好像都是在期待我可以教你們更多的東西 我也很想教你們更多的東西 但是真的就是沒有辦法每天都有東西可以教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也是我要再繼續去學習著吧 就是要去學更多的有用的技巧然後再教大家這樣子 欸我覺得它這個刷起來是很日系那種很輕盈的感覺沒錯 可是我覺得它好像刷起來沒有很灰耶 就是它就是黑色啊沒有這種灰的感覺 不知道它跟一般黑色的睫毛膏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齁 欸但你們知道我剛剛說就是要去進修新的技術 然後再教你們這件事情其實也不是很容易的嘛 因為現在很多的可能美妝YouTuber啊或者是什麼彩妝老師 都會開設那個YouTube頻道教大家化妝嘛 那假如我今天是看了某某彩妝老師或是某某彩妝網紅的一個彩妝影片 欸學到了新的技巧我覺得不錯 然後我又教給你們的話 那這樣子是不是又會被說 欸你這個就是抄襲那個誰誰某某彩妝老師或是某某彩妝網紅的這個技術啊 你又不是自己發明的你就是抄襲它的然後再來教我們這樣子 就是是不是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網路上面的資源真的太多了 你真的隨便拍一個都是別人拍過的 那即便你根本就沒有抄襲它 你根本沒有看過它的影片 只是你的這個手法可能剛好跟它很像 還是會被覺得你是抄襲它 所以我覺得現在要拍教學影片啊 除非你就是真的原創的手法 或是你這個手法是超級基礎 每個人都應該要知道的那種基本款 才不會被說之外 你真的超級容易被認為是在抄襲 修容我要用這個紋身先生這個超雷粉餅裡面的這一顆修容 我蠻喜歡這個顏色的還蠻自然的 像我之前不是有一支影片教大家遮毛孔的影片嗎 也有被D卡上面的人說我是抄襲別人的 而且他還說我有好幾個教學影片都是抄襲別人的 但是我根本就沒有 而且他說那個我抄襲的人的那個影片我根本就沒有看過 然後我後來去看啊 我們只是因為上妝的手法是很像的而已 但是因為彩妝的手法原本就是大同小異啊 你要遮毛孔不就是要把粉壓到毛孔裡面嗎 不然你還要怎樣 就是因為那位美妝youtuber他比我紅嘛 然後比較多人知道他嘛 所以那個人他就覺得我一定是抄襲他的影片 我就覺得還蠻無辜的 其實我覺得彩妝教學影片啊真的手法啊 大部分都是大同小異啦 最大的差別其實就在於教的那個人 教的方式跟說明的方式是不是觀眾會喜歡的 因為每個人喜歡的不一樣啊 有些人喜歡那種一個步驟一個步驟講的超級仔細 然後放大超大給你看的那一種 但有些人可能就喜歡什麼 30秒快速教學 就簡單清楚明瞭只講重點的那一種 所以每個人喜歡的不一樣嘛 那就算是手法跟最後呈現出來的是一樣的 但是每個人喜歡觀看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會覺得不是說這個東西已經有人教了 那別人就不能再拍了 那這樣子以後大家都不能拍彩妝影片啦 因為所有的全臉的彩妝都已經有人教過啦對不對 但是你當然不可能說喔我這個眼影的畫法啊 我就是每一個步驟啊每一個說明啊 每一個畫面啊都是剪得跟人家一模一樣 那樣就是抄襲那樣是不行的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樣的手法啊 或是畫出來的效果是一樣的 但是你用你自己的畫 你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畫面自己的風格去呈現出來 那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吧 所以我是一直很不明白那種一直覺得別人拍過的主題 然後其他人在拍就是抄襲的定義是怎麼樣 那這樣子youtube上面不就很少影片可以看嗎 因為人家拍過的我都不能拍啦 剛剛真的一個不小心沾了太多 賽洪達超紅 因為這個倩碧的小花啊不要看它就是顏色淡淡的 它其實很顯色所以就不要沾太多 都是唇釉這個完美日記名片唇釉 但其實上次那個D塊有人說有抄襲的事件啊 下面有很多人都幫我說話 就覺得說我並沒有抄襲只是同樣的主題而已 我覺得其實也是很開心啦 但是因為被這樣子說抄襲之後 我就是在拍教學影片的時候呢 也會有一點點害怕你知道嗎 但我自己其實在拍影片的時候有一個習慣就是 我會盡量不要去看別人的影片耶 因為我會覺得說如果我看了別人的影片 然後我真的不小心用到跟他一樣的手法的話 這樣子我也會覺得不好意思啊 所以我就是會盡量不要去看別人的影片 而且如果我真的沒有看過那支影片 然後被人家說 欸我這個影片跟他的影片可能手法一樣啊 或是內容有點像啊之類的 我還可以就是理直氣壯的跟他說 我就是沒有看過那個影片 我就是心安理得問心無愧的感覺耶 所以我真的就是會有這種 不知道算是好習慣還是壞習慣 好那麼今天的彩妝就完成啦 我覺得就是定期的可以跟大家聊一聊一些心事啊 其實還蠻好的 就不要一直只有商品上面的交流 也可以有一些心靈上面的交流 那當然不要忘了我有詢問大家說 喜歡商品詳細單獨的開箱 還是喜歡那種一集有好多好多商品的那種合集方式 就在麻煩大家幫我回答一下這個問題囉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也別忘了幫我按個訂閱喔 掰掰